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,创作不易,感谢大家支持。 民国初年,宋教人在上海火车站遇刺,引起全国哗然,最后只抓到了两个凶手,还在他们的住处搜出了很多秘密信件,等他们出动警力去抓其他人时,他们却均一逃跑。 逃跑的人里就一位叫洪树祖,他也是今天大名鼎鼎的洪金堡的曾祖父,他的祖上是乾隆嘉庆朝的大学者洪亮吉,他也是此案的重要人物。 案发后,他匆忙逃离北京,逃到了青岛,1916年,老元离世,洪树祖一下就失去了经济来源,在青岛又举摩无亲,只好再次辗转去了上海。 为了生存,他化名为张脚安,开始在上海借贷度日,因为迟迟不还钱被债主扭送到了警察局,被逮捕数几的三子一女,离开了这个世界。 洪树祖的名声虽然不太好,但他的几个儿子却都非常争气,做过很多让人佩服的事。 洪树祖的大儿子叫洪申,二儿子叫洪继,三儿子叫洪书云,后来都成了响当当的人物。 洪申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,后来到美国学习化工多年,因为爱好又辗转考进了哈佛大学戏剧训练班。 1922年回国后,他成了民国时期著名的导演、教育家、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。 洪申是中国现代话剧和电影的开拓者,话剧这个名字就是他提出的。 他建立了正规的导演制,实行严格排练制度,还第一次实现了男女合演,成为国内话剧的首创。 后来,他曾在复旦大学、山东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厦门大学等学校任教,从事教学三十多年。 抗战爆发后,他立刻投入其中,组建了十个抗敌演剧队。 在做这些期间,他完全没有任何报酬,还经常搭钱进去。 勇吃了上顿没下顿形容,一点不为过。 因为经济太拮据,他还曾留下遗书,服毒自尽过,后被抢救,有惊无险。 解放后,他曾在对外文化联络局任过局长。 1955年,洪申离世,享年61岁。 洪申的弟弟洪济,就是洪金宝的爷爷。 洪济又名洪仲豪,受哥哥的影响也非常喜欢戏剧。 后来开始做导演,洪济在早期的上海滩成立了金龙公司,成为制作武打片最早的EP导演。 曾制作了如《黑夜怪人》、《海上女侠》、《荒塔奇侠》等多部电影。 1930年,洪济已经在上海滩小有名气。 这一年,邵仁美与邵义夫在新加坡成立邵氏兄弟公司。 手底下非常缺少优秀的导演,就看上了洪济。 邵仁美多次邀请洪济去香港,洪济一直犹豫不决。 但当时的国内形势越来越不好。 为了家里的妻子儿女,洪济就同意了前往香港。 洪济的妻子叫钱思英,是地道的上海人。 八岁开始,女扮男装跟着金舞体育会习武,练就了一身毫无意。 他十六岁时,被上海朗华影片公司老板张浦易看中,请他去拍摄武打片。 但钱思英的父亲却不想女儿做戏子,不太愿意。 但张浦易是他的好友,又多次登门拜访。 钱思英的父亲只好答应。 就这样,钱思英在朗华影片出道,开始接二连三地拍摄武打片,成了上海滩最早期的一批武打女星。 洪济和钱思英因拍戏相识,组成了家庭,生育了五子二女。 抗战爆发前夕,洪济就带着妻子钱思英和孩子们一起去了香港,进而定居下来,开拓了另一片电影市场。 洪树族的三儿子洪书云也跟着哥哥去了香港,并且成了香港很知名的编导。 后来取了粤语片当红明星,荣玉毅。 这夫妻俩后来定居到了美国。 洪济和钱思英带着家人们抵达香港之后,成立了华南影片公司,继续拍摄武打片。 洪济继续做导演和制片,而钱思英则主动退出荧幕,开始照顾儿女们。 洪济在香港颇有地位,力排众议,启用了一大批武打新人,捧红了打新、林娇、余素秋等人。 除此之外,洪济还曾提携过王金的父亲王天玲。 当年,王天玲来到香港本来是在做胶片洗印的工作,后来受到洪济的提携,才导演了处女电影《峨眉飞剑侠》。 后来,王金也成了导演,对洪金导演颇为尊敬,也有这一部分原因。 可惜,洪济的寿命也不长,仅仅比他哥哥洪生多活了七年。 1962年离世,洪济离世后,钱思英在家非常寂寞,才开始在各大影片中客串出演妈妈角色。 成了香港知名的洪妈妈,和周润发、钟楚洪、林青霞、周星驰等人都有过合作。 洪济去世后,钱思英成了洪家一门几十口的核心人物,非常有主见和主心骨。 不过,洪济和钱思英那儿女们也有在影坛拼搏的,但是都岌岌无名,没有什么知名度。 唯有孙子洪金宝成了代表人物。 上面说过,洪济曾捧红了很多香港的打心,于素秋就是其中之一,他后来和洪家成了好朋友。 于素秋一生拍片200多部,是香港知名的巴姆丹之一。 因为习武,他的身体很好,一直活到了87岁,直到2017年才离世,算是长寿。 而于素秋的父亲,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戏剧研究学员创始人于湛元。 于湛元虽然在电影上的成就没有那么大,但是他培养出的一大批徒弟,却成为日后香港电影业中的核心人物,人才辈出,贡献卓越。 于湛元出生于顺天府,从小学戏,练就了一身真本事。 从顺天府到香港之后,他一边唱戏,一边在荧幕上演出,还培养了女儿于素秋。 后来,于湛元在钱思英等人的资助下,成立了中国戏剧研究学院,面向全社会昭徒,教学方法等同于古代的戏子学戏。 学生一旦拜师入行就需要千生死气,学习的多年内,所有一切都要听从师父的,不得有任何反驳。 不过好在于湛元没有误人子弟,他的徒弟们个个都有些真本事。 这些学校虽然名字看着挺大气,但其实非常破旧,徒弟们全部睡在一个屋子里,睡觉的地方是地上的茅毯,条件极其简陋。 为了支持于湛元办学,钱思英不但出钱,还将自己的双胞胎儿子金龙和银龙送进了于湛元学校,随后又将孙子洪金宝也送了进去。 洪金宝自六岁被送进学校,一学多年成了大师兄,后来成了七小福中的一员。 他的师弟们有后来成名的成龙、袁彪、袁华、袁秋等人,个个功夫都很厉害。 洪金宝这个大师兄,在师弟们心目中拥有绝对的权威,任何人都不敢抵抗,否则就是七师灭族。 因为家庭原因,洪金宝自九岁起在电影中客串,算是童馨出身。 洪金宝是所有师兄弟中最早出来独自谋生的人。 一开始,他在电影中做武术设计和指导,后来成了演员。 李小龙不幸离世之后,洪金宝将香港的武师们召集到一起,成立了洪家班。 洪金宝,一个刚出道的新人,为何能召集这么多人走到一起呢? 一个是因为洪金宝的家世,一个是因为背后的周文怀。 周文怀是捧红李小龙的人。 李小龙不幸离世之后,周文怀就将目光锁定到了新人身上,最后就锁定了洪金宝。 在周文怀和洪金宝的齐心合力之下,李小龙的旧部全部成了洪家班的一员,开始在影坛站露头角。 这段时间有很多隐秘,有时间写一写,明争暗斗,很精彩。 邵氏,家和,相家,因为李小龙的离世开始争抢市场,很精彩。 洪家班中有很多李小龙电影中出现的演员,如林正英,吴马等人。 后来洪金宝又联合了袁彪、袁华、袁奎、迪威、钱家乐、邹兆龙等人,成了香港武行的最早班底。 洪金宝在香港影坛为何那么受尊重,和他提携后辈以及帮助师弟们有很大的关系。 他的师弟们后来有很多都投奔他而去,有的成了武术指导,有的成了导演,都有自己的精彩。 林正英早年跑龙套始终不温不火,后来进了洪家班,和洪金宝一起拍僵尸片,成了僵尸道长。 大反派邹兆龙也是洪金宝代入行,成了香港反派角色里最知名的一位。 洪金宝不但给香港影坛拍摄了很多优秀的电影,在做人上也颇受人尊敬。 他能有今天的成就,除了有强大的家庭背景之外,还因为他自己能吃得了苦,有聪明的头脑,有提携后辈的心。 他的武打片将喜剧和灵魂结合,成了一代人的记忆,使至今日翻出他的老电影,还会觉得津津有味。 他会觉得洪金宝不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